安以轩生第一个孩子时 老公送他5亿的豪宅 怀上第二个孩子时 老公又将公司价值15亿的股份转给了他 安以轩只是生了两胎 就得到了普通人几辈子都难以得到的财富 安以轩的老公陈容炼白手起家 在房地产占有一席之地 身上还有多个总裁头衔 他们谈恋爱时 陈容炼就开始送安以轩豪宅 送首饰 送手表 2017年 两人在夏威夷举行婚礼 他们在顶级酒店开了四天三夜的酒席 还邀请了圈内很多大咖 如陈小春 陈乔恩等人 婚礼当天 安以轩身穿200多万的顶设婚纱 首带10.57克拉的鸽子蛋钻戒 寓意为十分完美我期 据说这枚戒指价格上映 值得一提的是 宾客的半首礼也很豪华 900元的遮阳帽 1000多的光学木散 还有特质手机 定价高达9999元 婚后的安以轩也依旧幸福如初 有网友说他子平母贵 但事实并非如此 因为安以轩就算没有陈荣恋 也是个妥妥的富婆 她父亲是某安保公司的老板 经常和向华强一家人打交道 以至于安以轩刚出道时 被传世帮派千金 安以轩的奶奶被称为东北大帝 母亲是许多知名餐馆的房东 而且安以轩自己也是个演员 收入不低 有这样的背景 安以轩根本没必要硬挤入豪门 而且陈荣恋对他也是真心实意 在八杀慈善业上 安以轩看上了一对同住迷路 为了搏妻子一笑 陈荣恋豪至六千万将其带回了家 之后 他还送了安以轩三百多万的钻石项链 四百多万的手表 可以说 安以轩收礼物收到手软 而且如今的他收获了爱情和婚姻 而女双全 妥妥的人生赢家 林志炫绝对是娱乐圈最守信用的歌手 她为了一个没人记得的十年之约 奔赴长春唱歌 就连这里的学生们怎么都没想到 他们真的可以凭借一首歌召唤林志炫 东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有一个传统 每年的11月11日11点11分 一个个对爱情充满渴望而又不能谈恋爱的孩子 都会汇集到天井旁合唱单身情歌 释放青春的烦恼 这个传统从2011年开始 至今已经快11年了 然而就在2016年 现场大合唱的视频被原唱林志炫看到 两年之后 林志炫和同学们约定 第十年的活动 她会到现场跟大家一起唱 得知这个消息后 同学们自然很高兴 但是谁也没有当一回事 毕竟明星形成繁忙 而且学校也请不起 加上到了2020年 一场疫情又将此事变得更加渺茫 可是孩子们不知道的是 林志炫已经提前一个月 从台北飞到上海隔离14点 前一天晚上还在参加双11晚会 第二天就要奔赴长沙 为了避免无法暗示赶到现场 她还准备了plan 她提前录制了一段视频 和大家一起唱 无话说得好 君子一言 四马难追 找一个最爱的深海的 相爱的亲爱的人 来告别单身 一个多情的 知情的 绝情的 无情人 来给我 伤痕 令人惊喜的是 在11点11分 林志炫准时出现在学校里 和学生们一起大合唱 当时 很多毕业的学长学姐 也特意回学校凑任了 对学生们而言 这是他们的青春之约 而林志炫 能不远万里来赴约 更让人看到了他的真心 其实对于林志炫来说 能够走上音乐这条路 经历了很多波折 林志炫直到17岁的时候 才发现自己歌唱实力不符 但是父母却不支持他走这条路 上大学后 他加入了乐团 为了瞒住父母 林志炫欺骗了父母八年 直到发完专辑之后 父母才知道儿子是个知名的歌手 2007年 林志炫被查出患有鼻斗眼 林志炫不希望自己的声音不受长头 所以他必须做手术 但是手术有风险 如果稍不注意 林志炫就永远都不能再唱歌 为了将手术风险降到最低 他选择不打麻雅 结果第一次手术因为太疼他休克 直到第二次才成功 术后 他的声音没有了之前的空瘤 医生建议他另辟蹊径 用人类的头骨发声 没先到 林志炫因祸得福 拥有了穿透力极强的嗓音 也正是因为如此 林志炫的每次演义 都让人挑不出丝毫毛病 胡彦斌亲妈一句话打醒了他 原来娱乐圈没有真友谊 2011年 胡彦斌发生重大交通事故 后座上的他撞上前排座椅 导致腰椎骨折和错位 当时的胡彦斌根本无法站立 只能让人抬着进入医院 事发之后 胡彦斌在病床上躺了半年 然而 除了母亲和公司的同事之外 根本没有娱乐圈的朋友前来探别 让胡彦斌感受最深的还是妈妈随口 说的一句话 你看这么严重的车祸 你所谓的朋友都不来看一眼 或许是妈妈的话 让胡彦斌疲惑惯惯 胡彦斌从那之后 就很少结交娱乐圈里的朋友 而是把目光转移到了投资上 2019年 由马云甘任校长的学校 胡畔大学公布了 第五期的学员名单 其中就有胡彦斌的名字 然而胡彦斌此前 就已经报名两次了 只不过都被劝退了 其实我来胡畔的 这个经历非常曲折 我面试了三次 然后才入学 去年马校长呢 也在这个冲冲会上 说了一句话 说我们胡畔不招明星 当时所有的同学 回头就看着我 我突然就明白了 之前两次面试 不是我企业做得不好 而是胡畔在等着我过气 这个班里全是商业界的大帽 胡彦斌想要进这个学校 就是为了和各位牛人取经 值得一提的是 胡畔大学的入学门槛还不低 创业者必须在三年内 营收超过三千万 才有资格进入 胡彦斌的公司 扭办文化注册成本近千万 他名下有四百多名员工 光是发工资 每个月都要发出去几百万 而且根据网友透露 胡彦斌在五年前的收入 就已经高达一 所以三千万对他而言 简直是小菜一年 初到二十年 胡彦斌拥有非常独到的投资眼光 他吃巨资买了近百万录音口 这样一来 就能和很多租棚的歌手 打好关系扩充人脉 此外 他还会投资电影 千约一人 在歌迷眼里 胡彦斌无疑是个音乐鬼才 而在商业大佬眼里 胡彦斌是不可多得的商业器材 就连马爸爸都说他真有本事 也许对于不喜欢 和明星交朋友的胡彦斌而言 经商才是他最适合走的路